未来世界,全球水资源受到污染 人们用水也划分了等级制度 红色会员可以每天领取400毫升 蓝色会员可以领取1000毫升 而尊贵的金色会员就可以无限倡议 眼前的这个女人就是金色会员的拥有者 她名叫斗奈 是一位研究天体生物学的博士 这天,国家航天局的科长 找到斗奈邀请她参加一次秘密行动 五年前,航天局在月球上建造了 一个名为渤海的基地 但因为一次事故 所有航天员全部遇难 斗奈的姐姐也是其中一员 此次秘密行动就是为了 取回遗留在渤海基地的重要样本 可当斗奈提出样本是什么的疑问时 航天局高层却支支吾吾 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见此情形 一旁其他队员也发出同样的疑问 而队长恐留安抚了大家的躁动 并表示自己一定会 保护大家安全归来 就这样 出发日很快就到来了 小队一行十人顺利登上飞船 飞往月球 可就在最后登陆关头 他们却遭遇了危机 飞船的外部出现了故障 引擎失去了控制 好在飞船够重 强大的摩擦力让他 稳稳地停在了悬崖边边 队长恐留刚想打开舱门 飞船就因为重量不平衡 再次倾斜 一个箱子滑落后 砸碎了飞船的玻璃 一股强大的气流 将斗奈也吸了出去 好在他一把抓住了绳索 不然大概就要全聚中了 随后恐留将他救了起来 一番挣扎后 一行人终于是逃出了飞船 但飞船也就此报废 飞船被毁 他们只能步行至渤海基地 可就在此时 队里一名队员 因为刚刚飞船撞击是胸骨破裂 生命已是危在旦夕 但他是队里唯一一个 去过渤海基地的人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 他叫来恐留 不断地说着水 水 水 恐留以为是他脱水了 叫其他人拿来纯净水 可正要给对方装上石 却被阻止了 只见队员死死地盯着他 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说了一句话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渤海基地又隐藏着什么秘密 大伙围着死去的队员 都是一头雾水 可现在的他们来不及思考 只能继续赶往渤海基地 男人被拍得下肩膀 下一秒 嘴巴里就开始狂喷水住 周围的伙伴都吓什么呢 照这个图法 男人迟早会脱水身亡 见状 队友立马呼叫红医生 医生一边奔跑 一边叮嘱大家千万不要靠近男人 随后医生穿着防护服 对男人进行了检查 此时男人的瞳孔已经开始放大 意识也开始逐渐模糊 此时医生发现 男人似乎陷入了窒息状态 于是立马将他的身体抬高 再拿出一把手术刀 在男人颈部划了个小口 插入一根短管 以供男人呼吸 没想到的是 短管里竟然也不断喷出水来 指都止不住 眼看着男人就要窒息而亡 医生连忙拿出针管 做着最后的努力 可抽出来的血液 竟然也全部都是清水 男人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时间回到一天前 这个小队接到取回样本的秘密任务 可进入基地以后 映入眼帘的却是尸横遍影 而这些尸体的死因 似乎都是溺亡 可整个基地都是干燥的 这究竟是为什么 为了尽快取得样本 一行人开始分头寻找 此时一名队员发现一具尸体的手中 似乎握着一个完整的样本 于是他俯下身 尝试去够样本 可一个不小心 他就压了一下尸体 此时 尸体的嘴中也吐出了一些 细小的微颗粒 而这些微颗粒就通过男人的眼球 进入了他的身体 经过一天时间的沉淀 男人开始变异了 不断地喷水 最终不治身亡 经过医生的尸检 男人的身体器官就像是被水浸泡过 种种迹象都表明他也是溺水而亡 样本还未取到 队员们就接二连三地死去 队长将事情的真相告诉了大家 他们这次要取回的样本 叫做月水 几年前 科学家在月球发现了这种水 一旦遇到活的生命体 就会自我分裂 快速增生 如果将月水带回地球 想必能彻底解决水资源危机 可一旁的斗娜却说 人类现在还无法控制月水 因为他的姐姐 曾是基地的首席研究员 正是月水的失控 造成了基地的沦陷 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 孔刘和斗娜两人来到了数据库 在这里他们发现了一扇 长满藤蔓的暗门 顺着通道走下去 竟是一个全新的月水储藏库 而地上一个破碎的月水样本 就养活了这无数的藤蔓 正在他们收集样本时 突然窜出一个怪物 它动作迅速 力量惊人的大 一瞬间 就撕掉了一名队员的胳膊 经过一番打动 他们将怪物逼入角落 等他们看清怪物时 大家都十分震惊 怪物竟是一个小女孩 趁着大家不注意 女孩快速逃离 而就在此时 一个月水样本破裂 月水在血液的滋长下迅速增生 没有办法 小队只能迅速逃离 而此时原本完好的月水样本 竟全部出现了问题 等他们逃出地下室后 终于联系上了地球航天局 高层要队员们 收集好月水等待救援 至于那个怪物女孩 可以直接击杀 可斗娜提出了质疑 女孩似乎只是想守护月水 并且要是现在就将月水带回地球 很有可能会造成难以挽回的灾难 斗娜想到 姐姐曾给她留下线索 要她去寻找路呢 孔刘也认同她的说法 支持她继续调查 自己带人寻找女孩的下落 可他们离开没多久 留下负责照顾伤员的柳中卫 却开始与外界的联系 女人扎破自己的手指 血液就这样滴了下来 就在血液与月球山泉混合的一瞬间 两人吓傻了 血液请客分裂为两滴 接着开始不断震动 刚刚的两滴又开始各自分裂 分裂的速度越来越快 而分裂之后 血液的颜色也越来越浅 很快水滴就充满了试验台 他们急忙拿起冷冻器喷舌 水被激动后 才停止了生长 神秘的月球山泉叫做月水 就在五年前 渤海基地为了研究这种物质 是否能解决地球水源危机 在渤海基地能进行了一场秘密实验 女孩嘴巴不断吐着水 很快就没了呼吸 可没过多久 一个一模一样的女孩出现 没有意外 她也有同样的结局 直到一个女孩睁开了眼睛 实验人员激动地说着 露娜73号 生命特征平稳 而这个露娜73号 就是袭击了小队的怪物 为了能够抓住怪物 孔刘决定利用她对月水的执着 将她引诱到一个封闭的隔间内困住 可就在他们要成功之时 女孩发现了一场 转身就想逃走 却被安全门卡住了脚 斗娜想要安抚女孩 却被咬了一口 就在此时 斗娜看到女孩的脖子后面 写着露娜73号的标签 这正是姐姐留给她的线索 突然 基地响起警报 是柳中尉叛变了 她杀死了两名队员 准备将大家全部消灭 于是开始封锁基地 刺耳的警报惊扰了露娜 她趁机逃了出去 斗娜跟着她来到一个房间 是姐姐曾经的卧室 在电脑里 她发现了渤海基地的秘密 原来为了把月水带回地球正常使用 他们进行了残忍的人体试验 通过不断改变克隆体的基因 找出人类能够适应月水的办法 而露娜73号 就是实验成功的产物 斗娜看着女孩 内心百感焦急 她将月水注入女孩体内 下一秒 女孩的伤口竟全部愈合 另一边 孔刘来到了控制室 叛变的柳中尉已经离开 她立刻解除了基地的封锁区域 可地下室中的月水 此时已经汹涌外泻 无意之中 斗娜第一个遭受攻击 等斗娜与众人会合 她已经开始产生幻觉 为了不感染其他人 她将自己隔离了起来 随后她也开始 像之前的队员一样 疯狂喷水 然后倒地陷入了昏迷 等她再次醒来 已经躺在了病床上 刚刚的症状也全部消失 斗娜看着手上的咬痕 推测是因为陆娜咬伤了自己 所以体内产生了抗体 陆娜或许就是月水之灾的解药 另一边 逃跑的柳中尉被捆流追上 对峙中月水突然滴露 真是恶人有恶宝 柳中尉崩溃的瘫坐在地 最后几人商议之下 决定将陆娜送往国际空间站 此时月水已经冲破风水 开始在基地内疯狂窜流 关键时刻几人终于赶到了逃生舱 可孔流却发现舱门出现了故障 只能从基地内打开 为了让大家离开 她回到了基地 在被月水吞噬的前一刻 打开了逃生通道 斗娜和医生终于逃出基地 可这时 陆娜却不见了 斗娜四处寻找 竟在月球表面 看到了一个个脚印 抬头望去 只见陆娜没有宇航服 也能在月球自由行走和呼吸 陆娜走到孔流身边 将徽章递给了她 孔流眼角含泪 与航服在冥冥暗暗后 失去了光亮 与此同时救援飞船感到 样本终于拿回 这次行动纪援满意破碎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剧集叫做寂静之海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